Ready, Start! 等了那麼久,Switch動手了 這次由三位美女試玩 是不是很想做個手掣好葡萄呢? Dia 玩這隻叫One-Two-Switch 有28隻小遊戲 全部都是兩個人玩 所以懂得玩是一定用TV Mode 拆手掣出來玩 我覺得手掣很方便 它會感應到你的動作 連你帶慢、力度都會感覺到不錯 好 不過,提醒大家 想出了28隻遊戲 首先要玩幾隻才會有這個驚喜 我覺得這隻遊戲很刺激 因為我之前沒有玩這些遊戲 平時都是坐在電腦前面 坐在椅子上玩 這隻遊戲要站起來玩 還可以跟其他人連動 試完TV Mode 等下試試手提 Mode 只要將Joy-Con手掣 插回Switch平板就可以 嘩 試玩這隻經典的ARPG 又會不會覺得很難玩 我以為會比較難玩 但其實又不是 操控都簡單 其實我之前都很少玩任天堂的遊戲機 但比我想像之中 我覺得是畫面 或者遊戲是好玩 死了死了 死了 一次要爆你三桶 好笑 除了收提 Mode 還有卓上模式 即是插上 Tablet 出來 放在桌面上玩都可以 試了一陣子 這個座椅模式 我自己就覺得很方便 例如我去茶餐廳吃飯 都可以一邊吃 一邊打機 放在桌面上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這台 Tablet 輸出者只有720p 但我覺得畫質來說 都算是不錯 不過玩老任遊戲 畫質也是其次 最重要是好不好玩 買了機器的Wireman 想知道怎樣切換 剛剛說過三個 Mode 還有開機有什麼要注意 就記得要看Adler的篇文